好 同学们来 下面呢 这节课我们来实现一下我们的网站基础器这样一个案例 好吧 使用什么呢 使用我们上节课讲的那个serrate contest 如果你上节课听懂了 那我可以实现这东西其实比较简单 好 怎么做呢 打开我们的idea 在里面呢 首先先创建一个新的一个package 好吧 叫com.contest 问题吧 里面呢 也是一样 创建一个新的serrate这样一个类 我们这起一个名字叫numberserrate 对吧 怎么简单怎么来 OK 还一样点OK 点OK之后 配置一下我们的web插帽里面的一个映射关系 还一样写一下叫serrate mapping 叫numberserrate -number 可以吧 写完之后 打开我们刚才 创建好的numberserrate这个类 里面开始写着我们代码 this.doget吧 先要request 然后呢 reasebounce 问题吧 里面开始进行一个处理 处理的时候注意了 因为之后我们要反馈什么 反馈我们的响应 里面可能会包含中文 所以第一件事干嘛 叫设置 bm格式 对吧 request est.get set 开开的incoding 写上utf -8 可以吧 第二个呢 叫reasebounce.set 叫context type 我们直接写这样一个属性 叫tst-htmr 好吧 然后呢 分号 加一个xset 等于utf-8 防止中文乱乱问题 没问题吧 第二件事在干嘛 叫获取serverlate contest 对象 对象 怎么后期来着 我们是有三种方式 这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 好吧 z4.get serverlate contest 对象 然后呢 直接里面直接写一个 叫serverlate contest 然后呢 contest等于他 问题吧 拿过来之后 是不是该获取 什么 叫属性 值了吧 对不对 怎么获取 context.get 这时候是不是有name 对吧 写一个number 这可以吧 但注意 这儿写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小心 为什么 当你用户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想一下 这个值有吗 没有吧 没有的话意味着 我是不是首先 应该先进行一次逻辑判断 当我的逻辑判断没问题之后 有值的时候 是不是再进行加加 如果没值 是不是先设置 是不是这样一个流程 虽然写的时候 还是一样的 先写什么 这儿写一个叫integer 我们写一个对象 因为后面是object类型 对吧 写一个n number吧 等于 对吧 这儿强转一下 叫integer integer我们知道 是不是有自动参加装箱功能 对吧 所以直接写到这儿 好吧 然后写完之后怎么写 说if叫number 等于空 第一次如果你没值的话 拿过来是不是就是空 对吧 如果对空怎么办 还是一样的 叫context .set attribute 是该往里面设置值了 设什么值 第一个number 写一个1 可以吧 对不对 它会自动进行一个装箱 然后呢 else 如果它不等于空 那意味着我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这个值了 那既然有这个值了 我是不是直接把这个值进行一个number 加加就可以了 对吧 加加完成之后 再干嘛 要实现 每次访问 每次访问 加1 的功能 对不对 加完之后 还要干嘛 将number设置 回什么 叫serverlator context 对象中 可以吧 怎么写 context.set attribute吧 写上什么 第一个参数 叫number 对吧 第二个参数呢 逗号 然后呢 写一个number 这可以吧 好吧 把这值给完成 完成好之后 别对面并管了吧 并管之后 下面干嘛了 该返回我们客户端的一个响应值了 怎么响应 是不是先获取 输出 对象吧 叫print writer 对吧 out等于 response getwriter ment 然后它完之后 叫out.writer 写一堆的标签 什么标签 第一个html 来复制几份 可以吧 后面呢 是杠 然后上面呢 起一个heather 是不是有头 下面呢 还一样 叫-head 这呢 写一个body 对吧 这写一个 -body 那中间 返回我们的响应信息 这返回什么数据啊 非常简单 好吧 比如说用户 访问的次数 是 是不是可以加一个对应一个次数 加上什么 我们是不是有个number的一个值 这最好不要写number 写什么 写上我们的 叫加上context.get attribute 加上一个number属性 对吧 加上一个较次数 可以上写吧 好吧 这样写完之后 应该能返回我们的扣端 对吧 是不是这样一个逻辑 逻辑不难吧 应该比较简单的 好吧 比较简单之后 重新启动我们的 头目开的服务器 我们一会儿来验证一下 看能否实现网页自增益的一个功能 OK 等一下吧 还发请求 叫number 回车 是不是第一次访问 刷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完成技术功能了吗 完成了吗 大家想一下 假如说 假如说 现在把六万七关掉 关完之后 我再重新启动一下 叫什么 local host的猫号 local 这写contest的二吧 别忘了 刚才没改 好吧 number 糟 看那 是不是接着上次往下走 对吧 你关了六万七 也无所谓的 不像我们的session 是不是这意思 我现在是不是完成 我们这个网站技术器 一个最基本功能了 这个没啥问题吧 非常简单的一个实现 如果你想把它做的足够复杂 怎么办 其实也比较简单 你想一下 刚刚我们在讲这个 Soray的contest的时候 引用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getreal path 你记得吧 这什么意思 是不是获取路径 你能不能在我们当前 这个项目里面 在外面里面建一个文件 什么文件 比如说 先建一个目录吧 这写一个东西叫feil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建一个 新的一个文件名称 叫numbers.txt 可以吧 这里面我是不是可以输入一个值 对吧 这输入一个值有什么好处 你每次从这进行处理的时候 能不能先从里面读取到我们的数据 读完之后 时间加一 加完之后再写回去 能这样做吗 应该可以吧 好吧 其实比较简单 还是一样 用我们的Soray的contest里面的 getreal path 这个方法就能够进行实现 所以这个功能 我上课就不演示了 下课之后 自己来进行实现 如果有问题 我们再进行交流 我相信 大家如果按照我的步骤 一步步来进行实现的话 这东西应该没啥问题 非常简单的实现 好吧 那OK Soray的我们就讲这么多了 Soray的content就讲这么多了 下节课我们讲Soray的config 请不吝点赞 订阅